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呢 因为我们新闻站非常多嘛 有13个月面 我叫沈天德 来台湾大概21年了 我是创一个在台湾印尼文这个月刊 沈天德 来自印尼的新住民 从2006年开始创立印尼文的月刊 至今已经快要20个年头 这本杂志的存在就是要让更多的印尼人 来到台湾的生活可以受到照顾 因为我们很多新移民嘛 跑到台湾来 他们都没有什么亲戚 朋友 那我们就是当他们的亲戚跟朋友 解决他们很多问题 这本报纸 这本月刊呢 它是包山包海的 我光是拿一个单元 它是WATTA WATTA意思就是新闻 但是每个新闻单元 后面我们都会备注一些它的这个法律知识 这个单元我们是会去去拜访一些需要被关怀的一些印尼老公朋友们 遇难啦 或是生病的啦 或是有工作上的出意外的 然后会有很多朋友 就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的留言 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互动的单元 就是有我们的在台湾的印尼老公朋友 他会寄他的个人的就是心里话啦 他的希望啦 就会刊登在这个地方 像这个他就说 他到台湾来喜欢就是出去走走 然后他喜欢玩玩手机 我也是想要让我的杂志 它不但是一个杂志 而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它也是一个互动的平台 每一期都不一样 还是每一期两个都一样 两个都有吗 还是都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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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绘画一起写 对 沈天德的杂志 还有很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有教印尼人 学中文的单元 而他的印尼员工 也就顺便一起学中文 你最近在这边工作 中文有没有进步 有啊 有进步喔 那我可以 比较好喔 那我可以考考你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吗 不是这边的耶 我自己写一个字 你看那个字是什么字 好不好 好 那我写喔 是吗 你可以过在找一边的时候 ですね 好 这是什么字 我 媒体的媒 美 美 媒 掰掰的媒 美 雜誌起初到現在 我們是充滿榮譽感的 充滿榮耀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雜誌是 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幫助他們 沒有 這是下一次 你下個禮拜要 七月要拍的 我跟我太太是 很早以前就認識了 我們結婚就結婚十二年了 其實我們的溝通 很多都是一眨眼就OK了 沈天德的太太 陳曉蘭 是個熱情活潑的台南人 兩個人從結婚前 就一起扛起了整個雜誌社的營運 現在這本雜誌 不只是提供新聞資訊 還提供了郵寄購物的服務 哈囉 今天怎麼樣 你今天 餐廳很高嗎 不高 很高 很高 沈天德的倉庫裡 滿滿都是民生必需品 這些商品都可以在 沈天德的雜誌上 讓住在台灣的印尼人 方便買到 很多外勞告訴我們 他們非常需要這些資訊 因為比方說他們有這個 購買商品或購買手機的訊息 但是他們跑到台灣 台灣的店家有沒有 他們語言溝通會 就是沒有那麼的順暢 沒有那麼順利 所以這一塊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需要的 為了要提供印尼人更好的服務 近幾年 沈天德還創立了實體商店 在商店裡不但能夠買到生活日用品 還能夠獲得生活上的服務 像是幫忙辦護照 或是幫忙匯款回鄉 這個 他們這個是 就是 把他們辛苦賺來的錢 寄到印尼 八千喔 你要寄幾千喔 對 八千吧 這個換你 這幫我寄一下這邊 好 印尼外勞這一塊 他們其實是非常純樸 非常單純的 所以 就很多大詐騙集團的這個 這個目標 反而是他們 所以我們在作為保護他們 然後就是 告訴他們一些怎麼 怎麼自保的一些方式 我跟沈先生 他工作已經大概快要五年了 那 我還蠻喜歡這份工作的原因是 因為十一住行都包含了 包含了還有另外一個 Ispiruli 那個Ispiruli的意思就是 關懷 關注 關心 這二十一年來我覺得 非常感謝台灣給我的這個 生活的一個空間跟機會 台灣是一個好 暗居樂業的一個地方 不管是在於它的 政府的政策或是民情 它是非常友善的 未來我對台灣的期許就是 不管新住民 原住民 還是比較先住民 可以攜手 共同創造更美麗的台灣 我們